- 歡迎回來對月份球鞋最新報導 我是墨西哥妹 看到這個牌面就知道我有幾個大新聞 很想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第一個新聞是關於Billy Eilish 這幾年她的爆紅幾乎是沒有人不認識Billy Eilish 這一次的重磅消息是她的新專輯 Happy Than Ever即將會在7月30號發布 同一時間也會發布一雙Billy Eilish 和Jordan Brand的年名鞋款 作為她首個簽名球鞋的合作 這一次這款球鞋是用了Jordan 1 Co.來做主題的 透過鮮明的螢光綠色包裹著鞋身 經典的鞋舌Nike Swoosh 改為她自己的自創品牌Bloosh logo呈現 鞋墊的非人logo則是用了她的名字 而且這一次的發售還會隨機附贈一本筆記本 如果一直有追蹤Billy的朋友 她經常會穿Jordan的鞋款 而且之前已經有一些節目訪問過她 她就知道她很喜歡這種非常粗重的螢光顏色 所以這雙鞋子超級有她的個人風格 如果喜歡她品牌的朋友就千萬不要錯過了 只要我有她準確的出售日期 我一定會馬上uprode到我的IG 還有Facebook告訴大家 下一則新聞就是Off-White跟Nike Duck 最新的重磅聯名 The 50的官方照片正式曝光了 在這個新聯名系列一開始是以The Pony贊成的 而且我上一次做這個新聞報導就是在講這個The 50 當時還露出很多很奇怪的顏色 主理人Virgo Albo還親自說有一些顏色是她不可能會出的 誰知道這一次的照片一出來 有49雙的球鞋都是一樣的顏色 那這一次是透過了Nike Sneaker Apps 裡面其中一個版面 Sneaker Special Page 曝光了這個系列的完整面貌 那今天網路上的消息是說8月5號 SNKRS就會有這個exclusive的access 那同時SNKRS跟大家解釋 你要做什麼才可以更高機率拿到exclusive access 就是你要經常活約在這個app裡面 意思呢就是像我之前講的 比如是沒事就進去逛個15分鐘每一天 然後裡面呢會有那種story啊 behind the design videos啊 就是他每一個post每一個session 你都要按進去去看一下 當有live的時候呢也要參與一下 就是這麼的what gay啊 但沒辦法為了這種鞋子 我基本上每天就把它按到storypage那邊 放在man讓他自己run 自己run個15分鐘增高我的頭籤率 這一個系列有50個款色呢 其中48款是跟隨著所設定的規律來設計的 都是以白色為主體輪廓 再搭配著灰色的飾片 每一雙都是以變色的細節處理組成的 像是他裡面的鞋墊 外露的吊牌 外面那層wire的鞋帶系統 那這個系列會運用到 脊皮、帆布、皮革材質來打造 整個系列中最特別的就是 第一雙跟第50雙的鞋子 號碼1號是採用了全白鞋面 搭配著黃色的棕底 它的swoosh logo是用了金屬銀質感來呈現的 另外一款就是50款中的唯一一款黑魂的配色 同樣也是用了金屬銀色質感的swoosh logo 中間再以紫色調作為配襯的顏色 所以我相信黑色的這一款會是這50款中的黑馬 那不知道大家看到這50款的球鞋到底買不買單呢 我自己是覺得就算全世界都一直在罵他呢 每一雙都會5秒內so out的那種感覺 接下來的一則新聞呢是Travis Scott Fritman Design Jordan Brand 三方聯名 終於有他的消息了 可是目前只有Jordan One High 這一款的網路消息說會在7月29號出售 售價是200塊加稅 那消息說每家這一邊的量呢 只會有5萬雙 所以估計他的Reset Value沒有1200塊呢 是出不了門的 那目前還不知道會不會跟low一起出 如果我有確實的消息 一定會馬上update到我的social media告訴大家 而且大家不要再一直跟我說 你們覺得low比較好看 我就是想要穿high 好我承認男生穿low會比較好看啦 可是我覺得我能駕馭high好嗎 請尊重我的選擇 那這雙球鞋呢是以大面積的白色注入了 Fritman Design的招牌藍色調 整雙鞋子加入了Catistract Fritman 兩個最標誌性的元素在裡面 文字的細節 中底呢是以特別的仿舊設計來處理 藍色的大底 讓整雙鞋子呈現了非常豐富的層次感 鞋筒邊呢還會有一個暗戴的設計 所以在7月29號的時候大家記得要一起衝啊 接下來呢就是Supreme SB Dunk High的一款 By Any Means的樣品照意外不光 照片上面就可以看到標誌新的Supreme logo 並且呢是用黑白皮革非常清晰的兩個顏色的配色方案呈呈現的 因為在網路上呢都說這一款是2017年還沒發布的一款球鞋 而且網上還說這一次的By Any Means的球款 會在年底晚一些的時間 推出更多不一樣的配色 那之前Supreme跟New Era聯名的時候 曾經採用過By Any Means還有No Love的標語 鞋子的前方呢有一個No和愛心Love的logo Oven的部分呢則有By Any Means的字樣 在鞋舌的標籤上面呢是印有了Supreme SB Logo 網上說呢這一個鞋子是用SB的鞋墊 如果我的話呢I would be more excited 它出更多更多不一樣的配色 所以如果我有更多更多這雙鞋子的消息呢 我會在社交媒體告訴大家 每一天呢都有非常非常多的鞋子 They are coming soon 我也會上載到我的社交媒體上面 可是接下來呢會有兩雙Coming soon pairs 我是非常非常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第一雙呢就是Social status Like it down low 然後會有兩款以Donut做主題的球鞋出售 分別是Strawberry還有Chocolate Glaze 在美國呢Donut是所有人的最愛 光是它的鞋盒這一次就做得非常無敵可愛了 兩雙的鞋子一雙是以咖啡色和米色來呈現 另外一款呢則是咖啡色加粉色來呈現 兩雙鞋子呢都是以翻毛皮、揉面格呈現的 SWISH Logo呢是做了一個光澤的處理 兩個配色都超級可愛 當然我會更喜歡粉紅色那一款 都給人一種非常可口美味的感覺 上文已經說了很快就會在這個暑假推出 所以我有確實的消息 Social media見 另外一雙球鞋我很想要提的呢就是Easy 350 V2 MX Alt 終於終於來點不一樣的Colorway了 我非常期待這一款 因為這個顏色非常像一副塗鴉畫的作品 整雙鞋子是以黃色做為基底的 在Prime Knit的編織鞋面上 用了橘色、黃色、藍色色調來呈現這種大理石紋路 然後另外是以米色的鞋側半透明刷條 鞋跟這一次有拉環的配置、鞋帶還有裡面中底的位置呢 就是用了淡黃色來呈現 我很喜歡他這一次用了塗鴉式的圖案來呈現 非常漂亮 只要我確實的日期呢 我一定會提醒大家去參加抽籤的 好 以上就是6月份的球鞋最新新聞 如果大家有什麼任何的問題、comments的話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一集見啦 Adios 明天晚上 還有我多數個月 好,趁熱還沒分明 我又在這裡